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上访 田兰结识了众多访民 从这些访民的遭遇和身份上 田兰逐渐认识到 在中国上访是没有用的 因为一层层的权力机构 如同一层层黑网 保护的不是人民 而是与权力相勾结的犯法之徒 为了揭露这种黑暗 田兰不断寻找媒体 希望通过媒体 把他十年的遭遇公诸于世 想找媒体采访我 想把这个 我举报的这个 非公安的这个事 想曝光 其实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揭露的这个 这个这个非公安呀 他是一个公安内部的刑事犯罪团伙 他是一个集团 我希望媒体采访我 我希望境外的媒体采访我 因为他说公道话实事求是 不像国内的媒体 是歪着嘴说话 歪着嘴报道的 上次或者是上级 不满意的内容 他就不敢报道 他就不敢公开说实话 河北广平县警察杨俊海郑成岳 在上级保护伞的纵容下 贪赃王法的胆子越来越大 祸害百姓的恶事越做越多 除了女警官田兰以外 还有众多来自 邯郸市 寒山区 城安县 马头镇 邯郸县 广平县 大明县的受害人 公开控告和揭露 杨俊海郑成岳 涉黑犯罪 执法犯法 其罪行包括 跨区敲诈 非法拘禁 虚开增值税发票 包庇杀人犯等 郑成岳以敲诈巨款为目的 在其家中 组建两个皮包公司 雇用广平县四名农民 郑富江 善宗运 严运海 赵滨和 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 并替他顶罪坐牢 就说这个杨俊海和这个他的新府郑成岳 当时在邯郸 组织老百姓虚开增值税发票 后来这个虚开的这个增值税数额太大了 被税务机关发现以后 就追查这个这个犯罪分子 他们雇的老百姓虚开增值税发票 案发以后 他们给老百姓说 叫老百姓替他们顶罪坐牢 后来老百姓被判无期啊 你说替他顶罪坐牢的人都判无期 你说他们该不该枪毙呢 杨振海郑成岳 不但雇人虚开增值税发票 而且还设圈套 诱骗一些不懂法的生意人前来开票 然后再以虚开发票的罪名 将他们抓进看守所 敲诈钱财 邯郸市寒山区码头镇农民张瑞勤 就是被他们敲诈了20万元的受害者 这是一份由18人实名联名 写给吴锦涛的诉状 这是一个33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撞告郑成岳的上访传真 这些人中有的上访了几年 有的上访了几十年 可是不论上访时间长短 不论上访人数多寡 被控告的人却始终大权在握 步步高升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怪状 也是中国百姓的绝望 要说起来啊 就说我举报的这个犯罪团伙的 最后的总后台是谁 我心里也知道 我也想实实求实的给你们 把这个黑底 这个黑锅 锅盖揭开 黑点给它曝光 这个他们的这个总后台呀 就是河北省前两任的政法委书记冯文海 这个冯文海这个后台是谁呢 其实就是前几年 河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 后来他又当人大主任 这个人叫程维高 除了结识了状告杨俊海 郑成月的邯郸访民外 田南在北京还结识了一个 特殊的访民群体 全国盟员警察维权团 2012年8月15日 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天 他们当中的16人来到北京 卢沟桥 当众讲述自己的遭遇 之后他们中的何祖华 即遭到逮捕 大家请看 我们身后 就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一个最著名的战场 卢沟韶 在我们的远处 有一座门楼 就是大名鼎鼎的 中华抗日第一城 宛平城 那么今天 我们这些人来到这里 不单单是为了纪念 抗日战争正立 我们今天带来一个新的话题 请看 全国盟员 公检法师干起 反对司法腐败 是的 作为中华民族的 普通公民 我们作为公检法师的工作人员 也同样遭遇了司法腐败 我们这些人 因为有的因为在工作中 揭露自己的上级 参顾腐败 挑诈勒索等 犯罪事实 有的因为工作 遭遇了公检法师的 在当陷害 枉法裁判 最终造成我们 至今 蒙冤 早 不能从过清白 在我们当中 有前蓝同志 江富有同志 我想了十年的时间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 这不是个短时间 十年的教训 叫我总结出来一条经验 上访最后还是走投无路 被打压的人越来越多 被无辜判刑的人越来越多 被无辜唠叫的人越来越多 我叫江富有 是湖北省原香凡市公安局 行政司科移民资源积极分 特勤人员 参议警察 因为我在91年时间 卸出公安机关 获获了一起败族案件 一起流亡人间 败族团伙 其中 这个人间手贩 这个败族团伙的主要同源 是我们原乡社会书记的儿子 和他的亲属故意 这样我抓住他们的关系网 他们一直打击报复 把我这个 小凡是唯一的一个典型 人民心目中的边缘警察 自然积极分子江富有 陪住了深谷 从91年 一直到02年开始 他们一直在砍杀我 追杀我 最后在09年的时间 把我儿子派死 到现在不离家不夸 提起江富有的名字 也许知之甚少 但是人们一旦提起 爱抓小偷的老家 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1954年出生的江富有 幼年时代 应该说是不幸的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 江富有从小就被人视为黑无类 他当不到兵 上不了学 更招不了功 提不了干 他饱受羞辱 遭到种种不公的待遇 还是1976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江富有协助铁路公安 捣毁一起 造窃铁路物资的团伙 因协助警察不案有功 江富有受到警察们的表扬和褒奖 这一偶然的事情 让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江富有 尝到了被人赞赏的滋味 而他也从警察身上 探透了受人尊敬时 做人的尊敬 我叫何祖华 原来是河南省新疆市 公安局的一名名警 因为遭遇检察院的 在当陷害 遭遇 新乡市法院的光法裁判 现在 我已经成了一个蒙员警察 1993年 河南省新乡市 新乡县检察院 扣押了大约三吨药品 马飞因 他们没有销毁这些毒品 而是转卖给了一个毒贩 获利十几万元 之后四分 不料这个毒贩在灰县贩毒时 被当地公安局抓获 新乡县检察院东窗事发 新乡市公安局预审科的民警 何祖华和李立傅 受命办理此案 约半年后 市领导要求将案件 移交新乡市检察院办理 案件到此结束 然而在事过八年后的2001年 新乡市检察院突然重新审查此案 他们歪曲事实 编造伪证 将正当执法的何祖华李立傅二人 抓捕起诉 尽管二人当庭 对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 予以否认 但法院还是依照检察院提供的假证据 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一年 缓起一年 这个案件从2001年到现在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在这十多年时间里 有无数次的到河南省 省里头和北京市相关的部门进行上网 国家信访局 国家中纪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 这些部门 我偷偷去过 但是 案件至今 没有人管 没有人问 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国家活着是 原本省首位会市公安局局 正担任派合制导员 79年 参加四月环机站 用声明和先月过来的警察工作 被卫会检察院 摘一张线焊 隐瞒原子材料 将派合命警处理的 判定事案件 强压到 我的头上 在逮捕条件不够 没有批捕的情况下 被法院 办法 谈判 两年有期通刑 肯银领导 在反忙工作当中 插清素质真相 其中一个 往我一个清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反忙工作室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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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边陲省份黑龙江到天府之国四川 这些蒙冤的警察遍布全国各地 他们不约而同来到北京 自愿结成蒙冤警察维权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蒙冤警察加入了这个维权团 去年找到这个蒙冤警察维权团的一个 算是那个牵头的警官吧 找到他的时候是四十多个人 那个现在可能是七十多个 全国各地各个省市都有 大部分三分之二 作为一个执法人员 我们还懂得法律 懂得证据的情况下 一些执法部门检察院法院 就能按照假证据 对我们进行采取强制措施 对我们进行王法裁判 那么作为中国千千万万的 广大不懂法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的遭遇又有谁管 他们又会如何申诉 又有谁替他们申诉 所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作为共产党 咱们的执政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起码的人权不能保证 起码的法律底线不能保证 我们这个国家根基还能稳固吗 我们这个国家还能有老百姓 还能有盼头吗 打倒十八不败 打倒十八不败不出 王党王国 好 我代表我们全国盟员警察 向十八大全体代表和新的党中央 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要司法公正 要人权 要尊严 要恢复民意 要重新工作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 都曾经是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优秀警官 目前我们都是司法系统 司法腐败的直接受害人 在长期的上访申诉中 因为我们遭受的共同迫害的经历 和讨还公道的目标 使我们逐渐的跪跌到了一起 不但老百姓遭迫害 连正当执法的警察也会遭迫害 田兰深深体会到 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黑网的总根源 是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去年秋天以来 田兰主动放弃了上访 转而参加了向当权者进行抗议的活动 815抗战胜利日 他参加了全国盟员警察 在北京卢沟桥和北京北池子大街的抗议集会 此外 田兰还参加了六四纪念活动 并站出来对着媒体 为广大冤民被迫害的大学生们 以及被镇压的法轮功修炼者呼喊民怨 我为什么要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我怀念六四大学生 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国家的人民 工人农民要是认识到 司法腐败 国家腐败到这种程度 他们肯定会站出来支持大学生的 我怀念六四洞梁 他们都是无辜的 他们为了反腐 很多人都没有了 我今天能活着 能替他们说句话 能呼吁一下 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尽的责任 这些年轻人 他都看清今天中国的状况了 我有什么 没有任何理由再替他们包庇了 我也实事求是的揭露他们 我也想了 我也不希望他给我 那个平反昭雪了 我也不入他那个党了 他给我恢复 我也不要丢人 他不是代表人民的党 他这是代表一部分腐败分子 敲诈老百姓 那个祸国殃民的人的利益的党 我不入 他这个案件给我平反 我也不要了 我要站在人民一边 我要替广大老百姓说话 我也要替法律公说话 因为我在最痛苦的时候 我在想想死的时候 我怎么能撑到今天 这就回到你刚才的问话上了 其实是法轮功帮助了我 对于田兰决定不再上访 十年来始终都在支持他上访的家人 非常不理解 那么蒙兽如此的冤屈 上访了这么长时间的田兰 为什么要放弃上访呢 还是家里人吧 不太了解这个上访的形式 我呢也愿意在这细说一说 十年来这个上访啊 我看到的情况是 上访的人是越来越多 没有听说几个依法解决问题的 你就包括现在 在火车南站 见过温家宝总理的一个访民 叫林秀丽 是山东访民 这个人我认识 还有新疆有一个访民 也是被解访的弄走了 叫吕进荣 因为我经常去这个新发地去食菜吃 这个新疆访民 他也经常去那去食菜 都是上访的 都食菜 这慢慢的也就都知道了 你像林秀丽 被山东 警方弄回去 下落不明了 听说牢叫了 也有听说是被精神病了 又送进精神病院了 这个吕进荣 是因为找自己的儿子 也是上访十几年了 这个人在火车南站 被新疆警方弄回去以后 现在也没有任何下落 还有我认识的一些人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哪去了 要叫北京访民的话说 就是被当地黑了 这说明什么呀 就是说在这个上访的道路上 不是说这个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直了 而是这个路越走越艰难 被冤枉的访民越访越圆 政府强制维稳越围越乱 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 田兰及盟员警察们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今天的目的是站出来呼吁 叫所有的公民 都不要相信这个邪恶的党 他们一点都不实事求是 他们真是就要钱 就要钱 不要脸了 不要正义 太坏了他们了 作为我们盟员的这样一个群体 我们和全国千千万万的盟员群众是一样 我们是受害人 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围围的对象 然而那些对别人进行政治迫害 司法打击 司法迫害了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公典法司的那些不法制徒 他们却成了维稳的力量 却成了维稳的主持者 这样子长期下去 只能是越为越不稳 越为社会越混乱 咱们目前上访人数越来越多 冤民越来越多 就是这样一个情报造成的 古有窦额 今有田蓝 窦额之渊 引来六月飞雪 老天为之悲愤 田蓝之渊 不会就此了结 相信总有一天 正义会得到伸张 邪恶会得到惩罚 而老百姓的冤情 一定会得到遭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